原标题 其主要思路没啥问题 毕竟任何事件的原因都没那么简单 土耳护特东归自然也有因为准嘎尔复命 想占据准嘎尔复地的因素在内 但一个劲抹黑土耳护特人四处抢掠 甚至敌视清朝 最后因为异兵流行不堪一战 这才立马跪铁 从谋划入侵翻脸变成了东归祖国 不但用阴谋论来抹黑沃巴西 还顺带黑了整个土耳护特人 说实话真的不恰当 说土耳护特东归的原因 除了繁重的调遣作战 和强迫改信东正教外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俄罗斯帝国驱使哥萨克人 在土耳护特汉国境内开辟村庄 蚕食土耳护特人的领土 虽然这领土以前也不是土耳护特人的 但尼玛更不是哥萨克人的人啊 这土地是 土耳护特人从诺带人手里抢来的 关哥萨克人屁事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刚就记载 卡尔梅克人俄罗斯人 还土耳护特人 叫这个曾游牧过的福尔加和草地 从萨玛拉到查理津 几乎所有地方都被村庄哥萨克据点 蒙古牧民游牧没有定居村庄所占领 不许卡尔梅克人靠近那些地区 另外 丹文说土耳护特人 非常喜欢被俄罗斯人调遣作战 因为战力品丰厚 这就是瞎说了 要是碾压性地作战还好 可打的是啥 俄土战争 拉锯战吗 死了的战士耗费的挤养 以俄罗斯补偿吗 补偿的锤子 沃巴西归来后就给乾隆说过 每次给俄罗斯作战 土耳护特人实不存一二 而且还屡次受到俄罗斯将军的羞辱 土耳护特人即便喜欢打劫 也不至于傻到给人卖命 还乐呵呵吧 另外说1657年哥萨克政权 被帝俄废除震撼的土耳护特人 先不说这都一百年前的老事了 1657年土耳护特汉国还没形成呢 这事能对土耳护特总归有啥影响 要说警惕的话 那倒是早就有了 本来土耳护特人从诺盖人手里夺取福尔加和刘宇是想避开准嘎尔人的威胁的 没想到遇到了比准嘎尔人还厉害的俄罗斯人能不警惕吗 该文还说土耳护特人抢掠成性 说他们他们大肆洗掠杀黄俄国的要塞和殖民据点 哎 这些要塞和殖民据点 殖民的对象 就是土耳护特人啊 在土耳护特人的领土上新来的强盗 格萨克人难道不该抢掠 然后黑土耳护特人四处洗掠哈萨克汉国牧民 这事儿来谁 土耳护特人和哈萨克人互相抢掠由来已久 都是把这当副业的 当然这事儿谁也洗不白 土耳护特人为了准备东归的物资和给亚 抢掠的最大股处群就是从哈萨克小玉兹抢来的 这也就导致了土耳护特人东归时 与遭哈萨克人袭击 反正都是抢掠游牧过日子的 哈萨克的阿布莱汉 最后也没有因为这事儿 非得要难为土耳护特人 反而给了土耳护特人三天休战的时间 给土耳护特人放了口子让他们逃走 该文说 占据优势地形的哈萨克军队 面对实力彪悍的土耳护特部 最后还是遭遇了惨败 惨败的啥呢 莫尼琴河一战 小玉兹的努尔阿里汉和中玉兹的阿布莱汉联军五万 差点就能让土耳护特人全军覆没 然而在沃巴西和阿布莱汉谈判后 阿布莱汉还是同意了三天停战 给土耳护特人放了口子 哈萨克人没那么弱的 土耳护特人从口子逃出后 最后一段路程完全走戈壁 为谋啊 万一哈萨克人反悔 疲惫的东迁土耳护特 那还真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要说 这TM才算是沃巴西和阿布莱汉的阶级感情 两人都是被俄罗斯欺压的对象 何必互相为难呢 所以阿布莱汉就大度地给沃巴西放行 该文说在抵达伊犁时 面对清军的重兵把守 沃巴西既没有发动攻击 但也无视了新伊犁将军派来使节的文训 他直接率部向北进入新疆的草原 与当地的科尔克兹牧民爆发冲突 由于之前遭受重大损失 土耳护特不无力强攻 只能进入沙漠地区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是这样的 土耳护特进入边境后是这么走的 怎么是向北呢 明明是一直向东啊 为什么会和科尔克兹人冲突呢 因为一再克湖流雨 或许便是土耳护特人预算中东迁的新家园 这里原本属于科尔克兹人 因为受到可嘎尔人的压迫 科尔克兹人向西南迁徙了 准嘎尔人被清军击败四散溃逃后 一再克湖就成了无主之地了 土耳护特来了 要返回家园的科尔克兹也来了 自不而然 就被科尔克兹人打了一顿 而且史料也说了 土耳护特人 没有因此跟科尔克兹人继续为敌 当然主要是土耳护特人此时已经虚弱至极 没本事打了 但科尔克兹人说实话实力很小 他们只是千回的一部分 土耳护特人在不济 也不至于被小队科尔克兹人吓唬跑了 这说明土耳护特人知道已经返回中国 得守规矩 既然人家一再克湖的老主人来了 他们还是得离开 而且从土耳护特前锋抵达伊里 到清军和土耳护特人会合 才九天时间 这能说明土耳护特人无视清朝 清军迎接土耳护特的地方 就在我标注的地图红圈内 要土耳护特真的无视清朝 清朝会在那等 早TM出击了 该文还说 因此土耳护特部被分散安置在了一些贫瘠 而且多是位于穆斯林城市之间的操场 土耳护特人的确是被分散了 但可不是硬拆的 因为土耳护特人本来也不是一根绳啊 各有首领 沃巴西只是首领中的汉儿籍 但要说贫瘠 沃巴西带领的一股 就被安置在了巴音布鲁克草原 这里曾 行是四位拉特之一的灰特部领地 涉地还叫贫瘠 要不是这里的就主人灰特部 被准嘎尔人压迫去了青海 准嘎尔人现在是四散奔逃 任人宰割 这种操场能轮到土耳护特 土耳护特部在西迁福尔加河以前 在哪呢 额尔齐斯和刘裕 怎么对比呢 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巴音国勒州 现在人口过百万 而额尔齐斯和刘裕的县 如福海 富云 都超不过十万人口 你说哪好 当然巴音布鲁克草原 也不是给土耳护特一家的 还有清政府的一些和朔特蒙古人 最后再说该文提出的正是通过他们 沃巴西掌握了当时东方发生的重大变故 因此立刻将这些曾经破使土耳护特部西淘的仇人后代奉为座上宾 在东归的路上 沃巴西也将准嘎尔的难民任命为向导 傻 这不就是在说舍愣吗 舍愣咋还是仇人了 舍愣明明也是土耳护特人 他是一直没息天的土耳护特人 臣服准嘎尔汉国 准嘎尔汉国覆灭后不投降清朝 跑去投奔老亲戚土耳护特汉国 多正常的事情 然后看到土耳护特汉国被俄罗斯压迫的处境 对比下俄罗斯和清朝后 劝过巴西东归 这你马太正常了 完全正面人物啊 而且乾隆也既往不救 给舍愣封王呢 最后要说 对于清政府提防土耳护特人的史料记载 很正常 害人之心不可忧 防人之心不可忤 这很正常 但非要拿这些东西扩大化脑补 就没意思了 沃巴西东归石 不但秘密进行 还提恩把俄罗斯 哈萨克得罪光了 加上妇孺老弱 才带了三万多户十六万多人 想靠这个跟清朝叫板 等到了伊犁后 仅剩了八千多户 三万五千多人 为了脱离俄罗斯暴政 这都损伤成啥了 所以说 从动机上来说 沃巴西也压根就没有跟清朝为敌的实力和动机 要有这动机 东千啥啊 往近处直接打俄罗斯和哈萨克布 就得了 沃巴西最大的动机 或许也就是想着能回到新疆 清朝也不会直辖新疆 而是容许自己能在准干尔就地做清朝的藩朔国罢了 只是没想到清朝对新疆控制如此严密 但总算没俄罗斯那么恶劣 高兴地留下来把了 沃巴西东归后不久 跟哥萨克人仇杀多年的 没来得及东仙的图尔护特人 加入了普加乔夫起义 而东归后的图尔护特人以及逐渐投降的黎萨准拉尔人可一直在新疆好好的待着带领图尔护特人反抗俄罗斯暴政 返回中国的沃巴西 被誉为蒙古人的民族英雄也不过分 不说中国 和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都有他的雕像 没来得及跟他走的图尔护特人和杜尔伯特人 不但不怨恨 还都崇拜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订阅